歪着脖子直定尽头 这座加州鸡舍共2000多只鸡 面临禽流感威胁 如果我会被鸡船飞 它会有80%至90%的死亡率 所以如果我们会被鸡船 我们会被鸡船变化 今年还过不到一半 美国商业农场 已经扑杀1900万只产弹鸡 大约占全国家庭数量6% 是2015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但最让弹农烦恼的还不是这件事 鸡船飞和鸡的健康 不要在晚上留下 因为我知道我们会做得很好的工作 如果有弹农的疫情 如果有弹农的疫情 你真的没有太多可以做 它就是这样 你只需要承认它和继续 但在晚上留下的疫情 就是费量 禽流感能避免 面对通膨就真的束手无策 而无战争拉高全球物价 弹农表示现在的支出 是过去几年的两倍多 燃料 包装 人力成本上涨了一到四成 但售价提高 消费者也有感 很多人买得比以前少很多 面对禽流感与通货膨胀双重夹击 加州弹农只能苦撑 希望拿到的日子赶快过去 乃新闻六局编译